据环球网5月10日报道 5月9日 俄罗斯为国战争 胜利76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 两军女兵方阵出场瞬间 成了红场上最耀眼的色彩 陆军女兵方队和空天军女兵方队 由来自俄罗斯军事大学通讯学院 物资技术保证学院 以及太空防御学院的女兵组成 在卡丘莎响起瞬间 女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主席台 像怒放的玫瑰 美丽娇艳不可一世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言中表示 俄罗斯将坚定捍卫国家利益 俄罗斯一贯捍卫国际法 与此同时 我们会坚定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 确保我们人民的安全 普京在红场的讲话中这样说道 此次红场阅兵方阵 包括徒步方阵 机械化方阵和空中编队 今年有超过12000名军人 190件军事装备和76架飞机 参加了阅兵式 其中既有新研发的武器 也有军队的经典武器 可谓是让全世界军迷大饱眼福 1945年5月8日午夜 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 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 无条件投降书 此时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 已15月9日凌晨 苏联将5月9日定为 为国战争胜利日 自2021年5月9日开始 庆祝纳粹德国投降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76周年的铁系列纪念活动 将在28个俄罗斯城市举行